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放在你的右腿上 没事的 我去给你赔礼 不行啊 班长 打赏你听我的 你蹦一下的 你给我滚 赶紧你带我见那个我老战友啊 那好 猪爷爷吧 虽然病情还是会反复 但最近这段时间挺稳定的 我就想把您请过来 让你们老战友见见面 让猪爷爷高兴高兴 别动 别动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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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 能松手呢 可以 可以 没事 没事 快走 班长 快走 那段时间还没有信呢 你确定你整的雷不能炸药 你是喝蒙圈了 那是铁皮 里头包的沙子 能炸药 我好像又踩着地雷了 又踩着地雷了 那我跟你排了就完了 别别别别 这一带过去是战区啊 有可能有地雷没有排警 马主 你赶紧带猪爷爷下山走人救我快点 怎么了 猪爷 我说我能跟你排出来 他 他 他是朝鲜战城给我治病的那个护士 楚大爷 你别害怕 你没犯病 这就是特意过来看你的 这都是我安排的 是不是找到李长福的家人了 通过这一段的走访调查 我们确确实实找到李长福了 但是 这猪爷爷说的是 李长福在冲锋之前 把家属交给了他 也没亲眼看见他牺牲 你说要万一人活着回来了呢 还有我猪爷爷醒这个事 你哪不早告诉我呢 你说给从临站起来就醒了 那是为了锻炼你一下吗 谁不害怕呀 他是想考验我 但是你儿子没丢脸啊 我真惊得住考验了 你看吧 我就说通过这次 你成长了不少 是不是 那咱们就 告诉大伙儿 熟熟熟回象岸山吧 先不着急